今天中午的火线话题来聚焦到气象局长证明点 昨天在脸书上po出了这么一张 中南半岛上面火点遍布的卫星云图 也让不少网友担心中南半岛进入了火耕季 农民燃烧耕种区的植物之后再焚烧 想借此来恢复土壤的肥沃度 不过火耕造成的空污恐怕就会扩散到周边其他国家 就连台湾也不能幸免 对此环保署出面澄清 虽然高空的风向吹的是西风 火耕空污的确会飘到台湾上头 但台湾的地面以吹东风到东北风为主 因此这些火耕的空污不会落地 台北101就快消失在雾霾中 上个月月底雾霾来袭 西半部空气品质拉紧爆 同样状况难道又要来了吗 网友很紧张 全英气象局长证明点在脸书po出的这张 中南半岛火点遍布的卫星云图 网友担忧 中南半岛上的农民开始火耕了 二氧化碳大增又要制造全球空气污染 火跟空污会影响他国 这下台湾恐怕也难逃 但别慌别慌 有请环保署专家专业解答 这些烟雾它飘过台湾的时候 它是属于比较高空的 高度是比较高的 高空的风场的风向 跟地表的风场的风向 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垂直不会说 就是从几千公尺再往下进到地面 中南半岛春季火根 农民想借此恢复土壤肥沃度 但环保署解释 高空中虽然风向吹西风 火跟空污会移到台湾上空 但地表风向是稳定的东风到东北风 因此火跟空污不会落地 台湾近期空气品质还是本身扩散条件不好 境内污染物累积为主 或跟空污网友们别担心 解释是周围杰特报道